嘉義一直以來都以廣樂文名其他樂種相對視為 但隨著嘉義民族廣學樂團的成立 也讓在地的國樂能夠繼續傳承下去 我小時候自己沒有得到的東西 我希望我的學生們都可以得到這些東西 像是我們成立的這個大平台 這個平台為了讓學生們有樂團可以練 有演出可以演,有音樂會可以聽 那這樣一系列下來不是只有在學校 我可能學的社團學的東西 但是就僅止於社團學的這個東西 國際上的音樂交流不只是技術上磨合 更是文化的深度對談 除了傳承傳統民族音樂也跨越了語言上的隔阂 將聆聽的感動推廣到國際的舞台上 其實在日本也沒有像國樂的這樣子的一個大樂團 可以去跟這個日本的傳統音樂去做結合 所以我們應該會是世界上第一次嘗試這麼做的一次的演出 歌い方に関しては 民謡はどっちかといえば 声を前に出すというのは 漢字で字の声って書いて字声って言うんですけど 自分で声を真っ直ぐ前に出すけど 演歌っていうのは流れる感じ こちらの方だったら何が知ってるかな 演歌だと 上の初の夜行列車降りた時から 流れる感じ 多分そういう部分では歌い方がちょっと違う 発声とか違うんじゃないかなと思いますけど 郷土芸能で楽器としては使われてきたんですけど 舞台で太鼓がメインで活躍するのが50年ぐらいなので その辺の歴史の違いはあるかなと思うんですけど その辺をねちょっと僕もね今回知りたいなと思ってます まあいろんなどこの どこの国に行っても同じことです 同じ演奏してます 日本の台湾? そうそうですね 海外だから交渉とか でもその土地の国の 知ってる曲とかは 少しこちょろっと演奏したりとかはあります 傳統音楽的轉型与發展之中 如何再唱新与創整之間 全球的一個平衡点一直都是重要的課題之一 嘉義民族管弦樂團的 宗旨跟未來的走向就會跟全世界合作 所以全世界的演奏家 都可以是我們國樂團合作的對象 透過和各國民家們的合作 嘉義民族管弦樂團 讓觀眾們看到國樂的多元面貌 也讓更多人聽到屬於嘉義的聲音 中正一報 穿口情音 孫嘉瑜 嘉義民雄報道 通常人的建築